對我先把整件故事慢慢把它拼湊起來 要回到剛剛談的這個馬文君拒簽 這個泄密這個保密條條條保密條什麼保密條約 條約條款 之類的 我其實坦白講 對啦 我覺得以馨哥說的對啦 簽不簽都要保密啦 對不對 可是就是主持人說 那幹嘛不簽咧 對啊 幹嘛不簽 簽的名字會死掉嗎 三秒的事啊 很難嗎 對啊 以馨哥你有簽對不對 我那次還不是立委 你中間過程中 以後你都會簽嗎 你都有遇過這種嗎 我主持機密會議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這個文件 那其他簽的委員 包含這個那時候呂玲林在裡面嘛 對不對 江啟臣在裡面嘛 對不對 江啟臣比較小韓嘛 對不對 為什麼江啟臣要簽 你馬上就不用簽 對不對 這就是起人疑鬥的地方嘛 因為我們在政治上談一些政治上的效應 司法歸司法 政治歸政治 在政治上很多效應 都是點點滴滴的印象分數累積嘛 比如說明明不能戴手機 為什麼只有你戴手機 明明要簽 為什麼你不用簽 明明不可以打電話 為什麼你可以打電話 明明大家都好好在發位 為什麼你要躲到茶水簽 躲到茶水簽 有國軍去看你幹嘛 說你還吹別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都不對嘛 就是點點滴滴都會累積 馬文軍或是整個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公信力這一件事 那當然馬文軍會不會被坐牢 會不會被關 坦白講 因為我跟吳哲已經去告了 我把這說錄音檔 馬文軍自己講錄音檔給韓國 他錄音檔大家都有一份 我這邊有一份 我整份給檢察官嘛 讓檢察官來認定 所以當然法律的部分 馬文軍是之後要去面對的嘛 可是現在有新的東西來要面對 就是第二個大秘寶 第二個洩密案 他叫做黃真輝 因為馬文軍跟黃真輝過去的言論 以及最近的言論都很奇怪 你去看馬文軍過去 尤其在2018年前後的質詢 都在質疑英國的居油公司很爛 然後建議荷蘭有一家軍火商 還不錯 這個白紙黑字都有 我明天再把這個質詢的過程中公布 這都有 黃真輝也是 從四五年前開始上各大節目的時候 都說居油很爛 他說有個荷蘭的公司很好 然後上週五的時候 上友台節目的時候 公開講荷蘭的公司很好 那大家就會問 你黃真輝跟荷蘭的軍火商什麼關係 好 那其實這兩天呢 在各大政論節目 這張名片都已經被公佈了 就是黃真輝代表荷蘭的威爾頓公司 當台灣的什麼PM 對 專案經理 專案經理 那這張名片其實都有被公佈 可是事實上我也必須持平而論 退休的軍人去幫任何一家軍火商去工作 這無所謂 你不要犯法 就都知道是學有所藏對不對 這坦白講本來就是這樣嘛 你軍火商要找顧問 你當然找退休軍人啊對不對 你還不能找運動員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是問題 這真的問題是什麼 黃真輝這個人大嘴巴到他把他的工作內容寫在他的部落格 叫做百度黃河上面 當然黃真輝現在已經刪穩了 現在已經刪穩 刪穩 找不到 標有三色反母黑標籤文章 but 有神人把他備份 but 有神人把他還原 而且交給我 所以這邊文章內容是什麼呢 黃真輝自成 在離開國喜公司三年後 去年年中是2017年 2017年打BF場找我當專案經理 這沒問題 沒有薪水 但是四成後分擁 什麼叫四成 四成就是說 搶到潛艦標案後分擁 這叫做對價關係 有擁金 那工作內容呢 我不認為這個工作內容 在任何一個人眼裡是對的 或許你懷疑可能沒有薪水嗎 這工作完全不必上班 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幾個月才需要到海發中心 打聽一下進度 事情少到無法再少 推掉說不幹 沒道理 我想問 他真的好直白 任何一個人可以接受 我們退休的將官 跑去當外國的軍火商的顧問 或是PM 然後他的工作內容是 每幾個月去海發中心 打聽潛艦發展的進度 然後再回報給外國的軍火商 這不是洩密什麼叫洩密 他不是在機密等級要軍方認定 拜託 海發中心網站上 登錄不到的東西都叫機密 如果海發中心網站上登錄得到 軍火商需要聘個黃針會去幫他要資料嗎 對不對 你拿個手機走去清潛鋼 你拍一張照 你的手機就會被沒收 沒錯 李謙榮找來他兄弟朋友 去拍一張阿巴器前面的 這個所謂的儀錶板 多少人掉烏紗帽 國軍的機密等級很清楚 網站上沒有的都是洩密 網站上有的有可能洩密 去年七年日報 不小心拍一張我們雷達車 去媽祖的照片 七年日報社長下台 網站上有都不見得不是機密了 所以黃針會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新的大祕寶 犯罪供詞在這邊 我考慮一下看最近有沒有 請吳征帶領我們再去告一下黃針會 再去告一下再去告一下 這一塊這一塊 另外一件事 現在看懂整個事情了吧 對 馬文軍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極度關注GL公司 英國的公司到底合不合格 然後在質詢的時候 推薦荷蘭的軍火商 馬文軍的軍事顧問黃針輝 左手當馬文軍的軍事顧問 右手當荷蘭軍火商的PM 然後透過荷蘭軍火商 或者是馬文軍的關係 或是自己老部署的關係 每個月或每幾個月到海發中心 打聽進展 回報給荷蘭軍火商 這是以馬文軍為首的泄密集團 所以這東西我坦白講 我真的會找時間去告黃針輝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接受 我們軍人這樣搞的 更黃了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剛確定GL公司 選上完了沒有錯 剛明天哥講對 但已經確定是GL公司 可是馬文軍或是一些有心人士 不斷在媒體或在立法院 不斷的背個GL公司的過程的時候 關鍵敏感點嘛 這些東西難道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弊案 原因就來自於是黃曙光講的 有某些利益 因為銀頭小利一直在搞 為什麼是銀頭小利 你知道英國居有公司 拿這個案子多少錢嗎 6億而已 6億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或是以我們國際來說 是非常小的案子 你就算有回饋 在黃曙光眼裡 也是非常小的回饋金 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就算有也是很小 可是你為了搶這六億案子 可是GL公司事後給了台灣 多少輸出許可 你知道嗎 五十張 我們整個潛艦 大概一百零幾張 GL公司給了輸出許可 總金額是一百四十三億臺幣 我們潛艦第一招 大概花四五百億 然後佔了三分之一強 或者說GL公司 這東西不能退讓 是包含英國在內 好幾個國家的輸出許可 是透過GL公司繞一圈給台灣的嘛 那這個不能退嘛 他只有六億而已 他不能退 他是關鍵的輸出許可商嘛 能把黃曙光這樣搞 所以黃曙光後面才會講嘛 那當然了 現在戰鬥欄門 主張調查黃曙光 我完全支持 因為黃曙光如果有問題 當然把他抓出來 可是就算黃曙光有問題 就算郭喜是壞人 就算GL是爛公司 就算王定宇是大嘴巴 代表馬文君沒泄密嗎 這是完全不同的命題耶 這是完全不同的命題 所以我聚焦在談 馬文君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去釐清 讓大家來判斷 讓大家來認知 你不要以為 明年一月十三投這張選票 就是選一個立委 幫你處理燈量入瓶水溝清的 你選出立委 是可以在立法院拒簽保密協議的 你選擇立委 是在國防部眼皮子底下 敢打電話的 你選擇立委 是可以把台灣潛艦的錄音檔 交給外國公司的 你選擇立委的軍事顧問 是定期幫外國軍火商 到台灣的海發中心 打聽潛艦進度的 明年一月十三 如果有更多馬文君們的話 我認為我們二到七艘的潛艦 很難會過關 這是很關鍵很關鍵的議題 好